其实我觉得这个网游的剧本还挺好玩的 一个是非常有感情 还有一个是看到她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再创作 就是讲小倩有一阵一血 自己分身有两面 有意思的一个想法 因为有时候人真的会有很多面性格 那当你发现了一个另外一个自己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选择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创意 讲一个江湖的世界是非常之大和精彩的 第二个最特别我觉得就是 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角色 而化身自己一个情绪 进入这个电脑世界里面 就可以打退敌人 观众要去真是尝试去玩这个游戏 才可以体会到那种精彩 和那种很特别的效果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广告片和网络游戏 所以在里面能够感受到很多这种可以有很多很激爽的打斗 然后呢也有很丰富的情感的故事穿插 所以作为玩家来讲应该是会感觉到很丰富的一个体验 挺唯美的网游 我们设计的那个动作场面是根据那个游戏的角色 那些翻弹啊会很爽快和很快捷的 这个是挺吸引的 尤其是它里面一些特效啊 一些爆光啊 这个是最为吸引我的一个地方来的 首先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问好 很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 那这次代言这个网游 我也知道我们这个年龄层的人是很喜欢玩游戏的 所以能够在一个非常好玩的游戏里面 如果能够碰到的话也是很好玩的事情 然后也觉得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这个网游 有什么想法可以告诉我们 玩这个游戏呢 其实那个相信会令到那个玩家的投入感是很大的 因为里面那个广告的那个规模世界很大 而且那个设计也很漂亮 拍这个广告的时候 整个构思的美术上面也会追求到很多 所以在那个特技效果和配合上面 都会花了很多心思 相信会广告和那个电脑游戏出来的合成 相信都会挺吸引的